Pilot Coffee 當你上班下班或者假日去 Union Station 的時候 可能都會見過他們的店舖 經歷了在 2017-18 年的時候 就開始由 Starbucks 慢慢轉成喝 Pilot 的咖啡 Pilot 咖啡已經有 15 年的歷史 在 2009 年當第三波咖啡在全球遍地開花的時間 在多倫多成立 如果將咖啡的品質評分 100 分為滿分的時候 精品咖啡就會是 80 分或以上 第三波咖啡著重的就是這些高品質的咖啡 Pilot 咖啡強調三個核心價值 第一是 Quality 品質 市場定位在 85 分水平的咖啡 第二是 Innovation 創意 第二為顧客提供日新月異 精益求精 不同豐富口味的咖啡產品 第三是 Relationship 直接跟當地咖啡農場建立一個公平交易的關係 就是慢慢地來認識成長 一起去建立最好的咖啡 這個訓練班的內容和過程 今天來到 downtown 以西 來這個 Pilot Coffee Roaster 有個 Coffee Tasting 的練習班 那我應該是第一個到達了 其他小朋友呢 還在這裡塞車 那我就因理成便在 downtown 做事呢 變了搭 Street Car 過來 沒有人夠膽阻擋著 Street Car 要不然 真的碰碰車撞死他 豈有此理 那所以呢 除了一個 Street Car 好多人之外呢 那我就準時到達了 門口有些小朋友在這裡 曬太陽 現在 6 點 0 5 分 他已經瘦了 不過呢 6 點半才開始個 Lesson 那他現在在 Set Up 中 Set Up 之外 他們都在這裡執拾 洗 著 他現在在拖地了 繼續清潔 Set Up 似乎 Set Up 完 可能是熱狼飛人 外面有兩個女生 在外面很性感的 在外面 小狗 那現在看到一隻狗 Bye Bye 那他們一走 在整個門口很高的人 因爲呢 他其實 6 點鐘是收了 但是呢 他對門還開著 因爲呢 他有 Lesson 所以呢 把門口一走進去 所以經常會有些蠻蠻人 就來進來 如果比我 我要喝咖啡 我想來我會在蠻蠻人 現在算我再去 五個小看淺酒 各一方 這個軌太的這間店其實挺好看的 到這裡 Cheat Shetter Clipping 蘋果都來了 現在等著Mini 他們 我不知道呢 其實他們能否有全程 如果不可以 那麼我會做到 可以做到 怕花朵 訓練班由 Pilot 的 Coffee Roaster 首席控陪師 來做主講 當簡略介紹完 Pilot 咖啡的成立 它三個的核心價值和什麼是精品咖啡之後 就開始透過吸瓶杯測咖啡 來體驗如何品嘗一杯好的咖啡 Pilot 希望參加完的同學 能夠對咖啡有更深的認識 同一時間透過這個杯測咖啡 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歡喝什麼咖啡 不喜歡喝什麼咖啡 同時間即使你未必最喜歡的時候 都可以品嘗到不同種類和口味的咖啡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咖啡 Super Taster 能夠辨別到各種各樣的口味 這個課程未必能夠適合你 這次他給了四種不同口味的咖啡 我們來做杯級 第一種是他們招牌Heritage咖啡 口感順滑喝下去的時候 有些Nuts 和巧克力味 第二種是他們的夏日推介 味道偏甜 會令到你有一種陽光清新的口感 第三種咖啡是Natural Process 日曬就不是用水沖 喜歡的人會覺得它的味道非常豐富 不喜歡的人就會覺得太過複雜 所以首席控培斯都說到 很多顧客的反應是非常之兩極的 第四種最後一種巴西咖啡 有質感有濃郁的咖啡甘苦 同一時間也帶點水果的甜酸 整個吸瓶體驗雖然是盲測 你不知道哪一種咖啡打哪一種 但由於它介紹的時候 已經開始介紹了四種咖啡 而且你看到四種咖啡都有具體的個性 所以不需要擔心盲測 完全摸不著頭 就算最後猜不中 一來又不計分 而且過程的體驗也是各人有很多不同的學習 正如它一開始所說 你能夠分辨到你自己喜歡的咖啡和不喜歡的咖啡 這個也是獲益良多 盡大一提 PILOT對於它每一隻咖啡 只會用三個形容 頭兩個是形容它的味道 還有一個是形容它的口感 BODY 之前我們排排賽做杯測之前 它給我們看了未控焙的豆豆 好 控焙的豆豆 也給我們聞一下分別 排排賽每個人前面都有一些杯級的工具 又有至左有個羹 這些用來調撥一些咖啡 不酒咖啡油 還有用來喝咖啡 杯水 四種咖啡 當你試來試去的時候 口味會麻木 喝杯水都可以來清新一下口腔 口乾都可以喝淡 有一個不瘦鋼杯 用來把咖啡渣 咖啡油 塗進去 當你試喝的時候 也可以用來做口水肩 不會滴到到處都是 咖啡豆旁邊 也有一個玻璃碗 不是給你洗手的 是用來洗匙羹用的 當匙羹筆不同的咖啡 可能混濁了不同的味道 那時候就可以用來洗匙羹 還有一個是杯級評分子 用來記錄你整個杯級過程 對於這麼多咖啡的口感 先記錄低 不讓其他人影響之下 自己的感覺 之後再互相交流心得 評分子也簡約分為吸評三個步驟 首先是乾的時候聞咖啡的味道 濕的時候下水聞咖啡的味道 最後放入咖啡的味道 成分子下面有這個彩版 濕收了不同的味道 幫我們作為一個參考 將一些虛無的味道具體化 用彩版的方法是由內至外的 你先來掌握到 咖啡的咖啡是否有一種甘苦的味道 而那種甘苦的味道 再向外的時候 它就會離到細紫分 究竟是朱古力的味道 還是一些堅果的味道 又例如 如果你內圈吃到的是甜味 而那種甜味再向外的時候 是士多啤梨的甜 還是蘋果的甜 這個表也會有一些介紹 我想清品咖啡五年 餵筋和能力無奈地都是非常有限 第一環的內圈通常都能夠品嘗到 但是去到第二環的內圈的時候 間不中才能夠獲得到 所以當體驗不需要太認真的 之後即時磨了四種不同的咖啡 大家在我們面前 逐一杯逐一杯 輪流的來問 問完再問 大家在玩 試一下粉 的香味是甚麼 大家在這四種咖啡 我們中餐那邊 就是喜歡No.3 多一點 那邊就是老虎 就不喜歡No.4 老虎仔一同四覺得有種味 端午節 所以現在就喝了 老虎仔這邊還在玩問 它的熱水會煮4分鐘 但是它就叫我們不要用一匙攪拌 感覺充滿去問問 我們這一邊全部都是亞洲人 喜歡第三個 那其實我特別點 我喜歡第五個 但是那邊老矮的小朋友 他們就不太喜歡第三個 即是他們沒有去到爭 但他們就不太喜歡 打對台 現在就聞一下 第一杯仍然是很pepper 胡椒味 甚至有些辣椒 第二杯就很花香 第三杯就變得更冷了 但是就好像有香料 第四杯就很涼茶 24味 你覺得顏色都不夠嗎 聞完之後現在還用來 我這樣拖著 我這樣拖著 我弄到它的渣 沒有了 即是跟味噌湯是相反的 味噌湯是由青變軸 這個又由軸變青 然後就下水 洗一洗一洗一口 然後又去第二杯 其他小排都在做什麼 現在它揭走些油 好像很噁心的肥子肉湯 在面前還有很有心思 在這裡掃 我很隨便 去處理 這裡就是豬油 糟了 現在真的是Bind tasting 現在是濕的味道 是否有味道 吃辣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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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過 臭味 我們要去試一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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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吃辣麵 吃辣麵 喝一杯 喝一杯 這個 這個 還有一試 這個 就不太苦 尤其是 因為我最不喜歡 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更加像 我更加喜歡 這個 更加像 紅酒 我喜歡 但我不喜歡 但我不喜歡 冷了 就更加容易味道 味道 第2號 去金七串 吃辣麵 吃辣麵 好 現在開箱 哪一隻 等著哪一隻 全部適合 第一隻 蘋果說天天喝 所以不用想 第四個 第二虎 二和三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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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 2 2 2 8 10 意義 每一瓶 第四個 但卡拉蘭、葡萄牙是第三隻 蘋果我喜歡第一隻 因為他每天都喝 但他想試第三隻 覺得很特別 Mini就流汁了 所以不用想第三隻 阿仇,你喜歡哪一隻? 阿仇是每天都喝這隻 哦,是 即是第一 你和蘋果一樣 是的 OK 但這個是我這次覺得好吃 第三隻 那個是限量版 是的 所以要馬人 他說得對 我表妹都是衝衝衝衝 哦 Flat white 衝衝 對,對 老虎仔,你還是第三隻? 嗯 first opinion第三隻 是 即是我喜歡試 就是like most of you OK 我不知為什麼 我有些喜歡第四隻 哦,interesting 聞的時候不好 反而聞不出 是的 即是他和第一個對比 太輕 對 然後第四隻 其實是 想像中融入 哦,OK 即是吃 最好是上班之前 喝一杯渡氣 哈哈 很輕鬆 OK 那些小孩都在選擇 咖啡 嗯 我選第二隻 我選第二隻 那你選哪個 你選第二 我選第二 我選第三 OK 一 這個就是他送給我們的 教了今天所說的內容 還有呢 也有那個Coffee Table 給我們可以 形容我們那個味道 一會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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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做得挺好的 我覺得 雖然是一些很簡單的 一些介紹 可以選 一包300克的咖啡 老杯仔 你選哪一個 我不知道 Marshmallow Honey Process 又吃棉花糖 宵夜吃的時候 吃棉花糖 再拍杯這樣的咖啡 有感覺 這兩隻是一樣的 一種和一個Farm 但是它的Process不同 這個是Wash 那個是Natural 那這個就沒有了那些Funky Flips OK 那這個呢 就是小米 但是你不介意沒有Funky 你不是喜歡 是呀 是呀 這個譬如呢 小米 哦 即是你 可以比較大眾化一點 這個Sweet OK OK Any reason Good with Espresso 啊 I see Oh yeah They put it down here as well Cool 給奶子禮嗎 又是這樣 哎呀 老苦仔不和我們吃東西 他有藥